以下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 你那不会游泳 那被怀人恶意丢进深水池的妹妹 以及三位即将会遭遇随机杀人案的少女 如果只能拯救其中一方 你会如何选择呢 某栋大楼正在举办一场视觉盛宴 举办方制造了一玄交Prayer的丑陋怪物 任他们凭本能相互厮杀 好让前来的名流绅士们享受刺激 并为Prayer之间的胜负丢下高额赌注 而某个夜晚 某只Prayer竟然觉醒了人类意识 杀光了所有观众 他引导其余的Prayer一起逃走了 另一边 研究室里的男子不顾反对 抱着一名婴儿逃离了现场 时间来到十年后 女子和丈夫了解了近期的连续杀人案 对面走来一个舌头略长的男子 两人什么也没来得及看清 丈夫变成了新一个受害者 外面切换至不远处的流浪汉聚集地 衣着破烂的小男主 神习人外出工作了 从小被爷爷教育 做人要怀有助人之心的他 再看到金发女子差点被轮食 对女子提出了一个要求 二人伸手不凡 伸手空拳对付三个有武器的成年男子 依然游刃有余 就在他即将成功取得一万元酬金时 伙伴高雅以及高雅的妹妹小叶跑了过来 高雅认为正义是不该求回报的 于是硬是把阿人拽走 同时一万余的阿人甚是无奈 可谁叫他和高雅及小叶是好朋友呢 看见小叶的手受伤 他摘下绷带让他们看了 爷爷让他保密 一个长在他手背上的天使之环 傍晚金发女子主动找到阿人 不只遵守承诺给了阿人一万元 还给出自己的名片 请阿人明天到他工作的地方大吃一顿 意外的收获令阿人非常高兴 跑回平民区 只见大家浑身是血 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爷爷伤得很重 倒下前教会阿人 这就是暴力被滥用所造成的后果 然而阿人年纪太小 根本不懂死是什么 他四处寻找能救醒爷爷的人 路过温馨的房子 想起自己曾夸下海口承诺爷爷 自己会赚钱买下属于他们的家 爷爷的身体逐渐冰冷 阿人拿出高雅送的手机联系高雅 偏偏是为名门之子的高雅 正因为和乞丐走得近 被父亲训事 父亲一发现是阿人打来 直接就把高雅的手机折断了 孤立无缘之际 阿人看见了金发女子的名片 女子名叫明美 在家夜总会工作 帮阿人报警后 他让阿人到他家留宿 在他的怀抱 阿人感受到了和爷爷一样的温暖 相信警察说 他再也见不到爷爷 终于明白了死亡就是这么一回事 为了让阿人拥有安身之处 明美姐决定收养阿人 可隔天带阿人外出买日用品时 他们遇见了杀死阿人爷爷 和流浪汉门的连续杀人犯 一只舌头比刀还锋利的怪物 明美姐为了保护阿人惨遭攻击 怪物献出原形 想将倒地的阿人死个粉碎 可生命垂危的时候 阿人像是被什么附身的一样 一旁抓住对方的舌头将其牵制 刹那之间 阿人变身成了另一种生物 一张将怪物杀死 再次醒来时 他已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警察将爷爷的遗物 一条吊坠交给了他 庆幸的是 明美姐虽然伤重毁荣 但幸运地活了下来 她成了阿人心中唯一的希望 两人将彼此视作家人 生活在一起 时间一晃 五年过去 长大后的小夜温柔善良 经常会和妈妈到平民区 给流浪汉派饭 魁荣的明美姐 靠着摆摊维持生计 阿人给混混当保镖症的银钱 阿人虽挣得不多 但生活相当温馨幸福 至于高雅 则在明孝城的运动和崇击 都顶尖的模范生 贯彻着内心的正义感 她在夺观性工艺上 表明了自己的梦想 在一群人看来 高雅是个犯病的中二少年 可她并不是空口说白话 这些年她以自己的意识 让她把公司的技术精英 自缘跟随 一个种厉害的道具 注射了一支巡逻队 恰好平静了许久的东京 在短短两周发生的 实践连续纵火事件 高雅决定出动装备 把纵火的犯人抓住 此时 二人因为嗅到了特殊的气味 也来到了火灾现场 高雅与她发生了戏剧性的重逢后 也在执行正义的路上 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昏迷中的女人与她三个孩子 被困在三楼的某个房间 外边的地板已经坍塌到了底楼 这里估计很快会爆炸 可他们两个根本救不到那么多人 于是 小叶听从高雅的吩咐准备救援 这时耳机却传来了阿仁的声音 阿仁认为无论如何都得救那位母亲 因为要是当妈的死了 孩子根本就不想活 倒不如一家团聚 以床作为缓冲 让一家同时降落 阿仁信任孩子们 用足够的能力 顾着他们的母亲 两人发生了极大的异见分歧 阿仁前去寻找纵火的Prayer 高雅在小叶的帮助下冲到楼底 惊喜地发现那位母亲和孩子们都安然无恙 原来 阿仁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高雅带着所有人冲出火场的鹰丝 被记者直播成了大英雄 小叶知道阿仁还在里面 不顾反对返回火场 至于阿仁 循着气味 他找到了Prayer 想不到 我是那个Prayer的能量源 只要有火 他就是无敌的 阿仁被打得惨不忍睹 就在对方使出致命一击时 他手上的天使之环找到启动 几秒内 把他变成了一种名为Z的生物 用高雅团队发明的灭火武器 灭了Prayer的火 阿仁将对方杀死后 自动变回了人形 剧烈的心脏跳动 使他失去的意识 拿来的小叶 捡起从阿仁身上断练的吊坠 听见阿仁心脏停止 顿时被从中来 他一直对阿仁有着好感 另一边 高雅的父亲 趁时召开记者会 强迫高雅上去 把火灾救人的功劳领了 高雅认为 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 就在这时 爷爷教会他 正义的概念是模糊的 你如果真的想要标榜你的正义 那你必须得先得到权利 没有继续反抗 高雅像个傀儡一样 安静的受访 父亲成功给自家的军火公司 提升了威望 那一刻起 所有的人仿佛被命运褪色中一般 带走躺在病床上的阿仁 高雅的爷爷 像是找到了宝物一样高兴 下一秒出租房里 明媚姐被人一枪爆头 从恶梦中苏醒 阿仁发现明媚姐已经被Prayer杀了 不知何故 天使之欢发动 阿仁全身退去了一层皮 变身成高雅爷爷寻觅许久的生物 Z 轻轻松松将他们制造的Prayer打败 透过镜面反射 他被自己怪物般的外形吓一大跳 没来得及思考 明媚姐的尸体竟然站起身向他走来 浑身充斥着Prayer的气味 此时 高雅爷爷的电脑传来了对话 对方请求他们尽快把阿仁变回人类 方法只要让阿仁亲自打倒Prayer就行了 然而 那么难得变身 变回去不就很浪费吗 高雅爷爷的下属抢先把明媚姐杀死 意想不到 阿仁还是变了回去 电脑里传出了哈哈大笑的讯息 原来 对方是阿仁爷爷大脑的意识 清楚阿仁不会忍心杀死明媚姐 他出此下策推动其他人动手 画面一转 高雅因为英勇救人的事迹 收获了很多粉丝 自知得不配为的他一点也不快乐 更难过的是 小叶爷爷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 待阿仁醒来 高雅爷爷向阿仁诠释了事情的来龙虚脉 15年前 他为了在短时间内赚取巨额 而在大楼的地下室制造了Prayer 强迫他们厮杀 造成了后续的暴走悲剧 为了赎罪 他和开发Prayer的博士 也就是阿仁的爷爷 开发了对抗Prayer的猎人Z Prayer擅长伪装成人类 阿仁手上的天使赤环 又拥有让Prayer强制变回原貌的力量 然而 阿仁的爷爷不想阿仁找到后 只为杀戮而活 强行把阿仁抱走后 销声利己 你愿意牺牲自己去保护重要的人吗 高雅的爷爷带阿仁从远处看望了明媚姐 其实明媚姐根本没死 被枪杀 以及在研究所被杀死的 只是用Prayer制成的假货 由于阿仁的身份 注定还会有很多Prayer找他麻烦 不想连累身边的人 阿仁听话不再与明媚姐结束 接受高雅爷爷的锻炼 配合研究所 把自己净化成Z的完全体 以打败所有Prayer 换面一转 两年就怎么过去了 Prayer的杀人手法依旧猎袭 最近还有能把人变成傻子的 避免引起民众恐慌 政府大力掩盖的事实 这天 离家出走的倒霉女孩 撞见了被Prayer用泡沫融化的人 女孩吓得转身就跑 追逐间躲进了附近的民宅 同一天 跟妈妈到处去做义工的小夜 来到一座较下省的平民区 久违遇见了阿仁 从人们口中 得知阿仁一直在 保护受欺负的弱势群体们 对阿仁的好感更多了 上前想把吊坠归还 奈何阿仁几度冷淡 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回到家 阿仁发现女孩 花子正躲在他家 花子赖死不走 得知花子正被怪物追赶 阿仁暂且允许他待着 晚饭后阿仁感应到Prayer的气息 外出察看 结果花子竟然跟着他跑了出去 作死的行为毫不意外 令他被三只Prayer抓住 又是战斗的时候了 阿仁找到了他们 以泄力一万元作为条件 答应拯救花子 顾原处监视这一切的研究所支援 为了让阿仁专心战斗 用麻醉箱 令花子陷入昏睡 Prayer暴露原形 阿仁拿出新研发 咬一口就能加速变身的 补充基因战 与以往不同 他全身蜕变成了白色 距离完全体更进一步 徒手将敌人撕碎 奇怪的是 Prayer死后 他竟然没有恢复养装 是的 Prayer当时分裂出 另一个分身逃走了 神秘男子帮助阿仁将其杀死 随后告诉阿仁 自己和老大 一直一直在等Z的成长 花子在阿仁家安全睡了一晚 因为经常有剧烈的头痛 他需要靠食药抑制并行 一万块没给阿仁 还擅自住了下来 可以说是严重扰乱了阿仁的日常 故事切换至高雅的视角 这两年来 他被父亲的公司打造成了大英雄 为了履行自己心目中的正义 让技术人员研发了全能的超人服 阿尔法斯 阿尔法斯应该是正义的白色彩队 就在高雅兴奋的改造阿尔法斯的外形时 痛苦的是找上了他 老师学不会游泳的小夜 被老师要求留堂练习 本来是在平常不过的事 可今天老师的眼神却有点奇怪 大街上 一个老人自称是高雅的粉丝 为了观察高雅是否为真正的英雄 他决定给高雅稍微做一个测试 将不会游泳的小夜 强行丢入深水池中 老人告诉高雅 待会有三个女孩会被人杀死 要是高雅现在跟他走 女孩们就不会被杀 但同时 小夜也可能会溺死在水里 高雅的选择是救小夜 可好不容易赶到现场 他发现小夜什么事也没有 他已经学会了游泳 另一边 三个无辜的女孩 遭到了猎杀 选择做错了哦 我那么小孩子做朋友 又怎么会杀了你妹妹呢 老人让高雅继续期待下一场测试 令高雅本就不够坚强的内心 受尽了煎熬 谁往某地下酒吧 老人把酬金给了小夜的老师 这里是Prayer的聚集地 他们自称伊波尔族 不同于一些喜欢杀戮的Prayer们 他们只想在这里和平的生活下去 是老人最瞧不上的闹肿 画面一转 巴子因为害怕一个人 就连阿人去买菜也死死跟着 小夜转程前来 想还吊坠时撞见他们 被阿人冷漠对待后 感到非常难受 然而 两人的这点交流 还是被上次两个逃跑的Prayer看见了 但二人感觉到不对劲时 小夜及他的朋友 已被对方抓走 Prayer蒙下人表示 自己想见识Z的实力 偏偏出门太匆忙 二人把变身补充剂 露在家里 只能硬着头皮上场 仓库里 小夜偷偷用手机 给高雅打了电话 没时间耽误下去 高雅决定将 还没通过实验的阿尔法斯 投入实战 另一边 龙虾难得了很久 阿人也没有变身 远处的高雅爷爷 猜到阿人可能没带补充剂 可为了探究数据 决定让阿人自由发挥 露出原形 赵拉哥不断玩弄 吓唬小夜 用脚割破小夜的脖子 把小夜吓得失敬 天色皆晚 被打得上半条命的阿人 慢慢有了变身的征兆 用钢筋把龙虾难固定到一旁 阿人循着细细 飞奔找到小夜 抱起石头的他 感到十分自责 躲在附近的蟑螂哥 偷袭了阿人 小夜因失险过多 脉搏介络 意识模糊 就在阿人即将被蟑螂哥杀死时 装备了阿尔法斯的高雅 终于赶到现场 击杀了蟑螂哥 用飞行装饰 将小夜送到医院抢救 花子是个缺乏家庭温暖的孩子 木木感情不和睦 长年遭到护士 令他对照顾过他的阿人 产生了依赖的情感 头痛欲裂时 家里突然出现了 数字不尽的蟑螂 对 蟑螂哥才没那么容易死呢 还想把花子糟蹋了再吃掉 龙虾难还在附近 受伤的阿人 敢去通知流浪汉门快逃 大家平日受阿人照顾 纷纷抄取武器 决定保护阿人 一行人碰到了龙虾男的分身 小龙虾 在他们差点被小龙虾吃掉时 高雅有如英雄般 从天而降 拯救了大家 他一词非常帅系 架势非常帅系 然后就 人类穿上装备 就想打赢Prayer 根本是天方夜谭 另一边 当阿人为自己没能变身发愁时 神秘男子出现 拿出一根混有暴走之人的装子 投入阿人身体 阿人体裂的Z因子迅速爆发 令他进化成了近乎完全体的存在 找到了附近的蟑螂哥 阿人意外发现 蟑螂哥和龙虾男都是被神秘男子霜 用来攻击他的 味道只是促进阿人的成长 观察是不是所有Prayer 一接触到阿人 就会被强制反祖 看阿人那么迅速解决了张老哥 神秘男心满意足地退场 阿人以Z的面貌去支援高雅 最终两人合力解决了分身武术 超级难缠又难死的龙虾男 小燕经过书写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高雅搀扶阿人回家 看见门口布满了一大堆白杀 才发现蟑螂哥也来过 还差点伤害花子 可是 这些小蟑螂是怎么死的呢 花子除了被下晕以外 没有大碍 而这竟然只是暴风雨前的小小试炼罢了 以上为超魔人上半部的解说 预知后事请观看原作 也会是等待我下半部的解说 我是魔女佳2 我们下期见